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地质景观特殊 人文风情淳朴 第一我感觉它就是淳朴 人民很勤奋 大家都相处得也很愉快 为了营造安全幸福的生活环境 本源社区办理东兴工 及村办公处广场的公共工程建设 以故宫垢料的方式 彩绘北园国小长达140公尺的村落故事围墙 并利用东河乡融会提供的土地 植树绿美化 打造一座右键公园 成为居民休憩聚会办活动的场所 北园三谷种植凤梨 梅子 大片的东河文旦 近年来供不应求的杜琪城 和俗称乡丁的婉伦西亚 还有因应外销订单的凤梨世家 为了协助果农行销 妇女及学童提升资讯能力 98年就成立的数位机会中心 半年QR码制作 环保清洁剂制作 柚子处DIY等许多教学课程 让我们这个DOC的商务平台 能够发挥更大的力量 帮助我们的农民在销的方面 可以有更多的通路这样子 未来就是说 但愿有更多的年轻人 愿意回来这边 因为那个劳力老化 人口劳力老化相当严重 如果没有说回来 没有年轻人回来接班的话 以后会造成相当严重的断层 这是我们未来的宴景 就是希望有比较多的年轻人 可以回来这边接班